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会讲解我们新的产品优质蛋白咖啡的介绍 以及之后跟其他产品的比较 或者可以用来做什么食谱 其实在未来两个星期内我们也会谈到一下 今天主要是介绍我们这种新产品优质蛋白咖啡究竟是什么 在开始之前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是谁 我是康宝来营养学家Roger 本身在香港大学读了一个营养学的学士 在中文大学读了一个营养相关的碩士 从事了保健食品公司十几年 希望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 都可以很容易方便帮助大家去解决 平时遇到一些疑难 开始讲回刚才的正题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咖啡来做一个新的产品呢 因为一些研究显示 原来咖啡是一个消费最多的饮品之一 原来在全球来说 咖啡是属于全球第二大的一个消费的饮品 为什么要选第二大不选第一大呢 因为大家知道第一大其实是什么 会不会猜到 我给大家猜一下 你们猜一下第一大其实是什么 全球最多人喝的饮品 有人猜到了 没错就是水 但问题就是水 如果你说加了其他味道下去 其实它不是叫水 所以水最多可能加一些维他命压抗物 就是相对来说变化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会选择第二大的咖啡来做一个新的产品 也不要说看少咖啡 其实它每一天 应该说每一年平均来说 它原来都会消耗到 每人平均是170杯咖啡那么多 所以其实加加上 其实每个人喝的咖啡的数量都非常多 而为什么会去喝咖啡呢 其实主要来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当然 人们会知道喝咖啡可以提神 因为它可以令我们没有那么累 可以维持了一天的精神状态 去完成手上的工作 除了你说真的功能上实用性可以提神之外 其实有些人喝咖啡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可以帮你去放松舒适和享受 就是很多时候你出街 尤其是可能在中环那些比较多一些的 写字楼板公司的人士 专业人士 他们很多时候都喜欢拿着一杯咖啡 可能一路走或者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 其实这些是一些格调来的 其实都会变相了 令到有些人是喜欢去喝咖啡的 再加上为何我们现在的新产品会定位 就是冰咖啡方面 因为冰咖啡在市场上的趋势 也是越来越高的 现在平均来说 原来全球不会推出五个新的咖啡产品 当中有一种是冰咖啡 加上冰咖啡在市场上的定位来说 会比较容易吸引到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者 所以其实都可以帮助大家去接触到一些新的客户群 而这个我们的定位 除了是一个年轻消费者之外 我们更加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要关注健康的人士 为什么需要去关注健康 因为通常你喝咖啡通常会放在什么时间呢 通常会在可能是餐和餐中间这些时候 但问题就是餐和餐中间 就算你不喝咖啡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都可能会去找一些零食 找其他的饮品、汽水等等 但是这些什么的饮品或者是一些零食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炸热量 没有什么营养的功用在里面 所以有见及此 当然我们希望可以用一个更加健康的选择 来代替一些不健康的零食 有什么原因就会有我们这个优质蛋白咖啡的出现 因为你见到市场上面 其实冰咖啡的选择都有很多 不同牌子都有很多 但是普遍来说 你会见到 其实它的蛋白质含量是会比较低些 而相对来说 可能热量 你看到这里 大概可能是半碗饭 至三分二碗饭的一个分量 一杯咖啡已经 脂肪和糖分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高些 所以普遍来说它们都属于一些低蛋白质 同时就会是高热量 高脂肪和高糖分的一些的饮品 所以就会是令到我们 希望可以建立一种新的产品 就叫做优质蛋白咖啡 它的目的来说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偶然间去放松一下 可能喝一下咖啡在这里放松一下 之余 同时就不会因为担心 可能喝完一杯咖啡里面的 卡路里 糖分 脂肪等等 令我们产生一些内疚感 可能下一餐 我们要吃少些 或者之后要做多些运动 不用产生这样的内疚感 我们这个优质蛋白咖啡来说 其实怎么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到 刚才所说的一些烦恼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 其实它有15克的一个优质的乳清蛋白 是一个健康的蛋白质 可以做一个健康的零食的代替 同时其实它里面的卡路里 主要来说就是来自蛋白质 所以它只有80个卡路里 同时就没有添加糖 还有一个低脂肪 1.1克的脂肪 因为它里面是用了一个乳清蛋白 所以蓝素食者人士就可以用的 全素人士就用不到这一只 每一个说一下 为什么它每一个特点 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健康的功用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15克的优质蛋白 在里面 蛋白质对我们身体来说有什么用处 其实它也属于一个三大能量来源之一 其实除了蛋白质 我们身体也开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可以用来做一些能量的功用 但是蛋白质来说 其实它的消耗度 除了可以用来做能量之外 其实它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去避免做一个肌肉的流失 还有它也都可以帮我们身体 其实我们由头到脚 由外到内 全部的组织来说都需要用蛋白质来制造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我们要补充多些材料 其实才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及时去修复我们身体 就算你说可能是戒伤 整损了受伤 其实都需要用蛋白质来帮助我们修复 同时多些蛋白质 原来可以帮我们去增加我们的饱肚感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荷尔蒙 就叫做饱腹荷尔蒙 如果你补充多些蛋白质的时候 其实这种的饱腹荷尔蒙 它的分泌是会比较多些的 就令到我们要减少了我们的饥饿感 变相了 就会令我们想吃东西的意欲比较少一点 就可以减少一些热量的吸收 减少零食的摄取 就可以帮我们容易控制体重 另外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肌肉量 因为当我们有不足够的蛋白质的时候 其实它会利用我们的肌肉里面的蛋白质 变成能量来使用 为了要避免我们这些肌肉的流失 其实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就可以帮我们维持肌肉量 尤其是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 其实我们的肌肉的流失会越来越多 所以更加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最后就是它可以帮我们支援肌肉 令到它没有那么容易流失 同时间就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能量功效 除了这个蛋白质之外 其实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帮我们维持健康的理由 包括了它主要来说它的卡路里来自蛋白质 所以它只有80个卡路里是非常少的 它的份量是比半碗饭为少的 所以可以帮我们有效地支援体重管理 还有它属于一个低脂肪 每份量只有1.1克的脂肪 所以其实它的脂肪的液量摄取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支援体重管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是没有添加糖分的 所以也会令到我们减少了糖分摄取 不需要担心可能摄取太多的糖分 可能造成肥胖或者健康问题的出现 那你喝下去其实虽然它说没有添加糖分摄 但其实喝下去也会比较有甜味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会加上一种天然的甜味剂 叫做甜菊糖 但是这个剂有甜味就不会增加卡路里负担 所以其实都可以安心地使用 但是有些人可能有个想法就是 这个甜菊糖是一些代糖 是不是就等于可能会是人工合成 不自然这样呢? 其实就未必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虽然大部分的代糖 原来都是人工合成的 它们的甜度是非常之高 那现在最甜的代糖暂时就叫做柳甜 它的甜度是会比一般的借糖 是会高百千倍那么高的 就是非常甜的 但是这里也看到其实大部分的代糖 当然了大部分代糖是人工合成 但是小部分就是天然的 包括了就是我们里面用的 其实这个甜菊它全名就叫做甜菊唇金 它的简称就叫做甜菊糖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植物的来源 其实根据食安中生物资料来说 原来甜菊来说本身就原产在南美洲 就有一个甜菊叶的植物里面提煉而成的 而数百年前其实都是由巴西人 巴拉圆人他原本就用这些甜菊叶的叶 来做一些茶和食品的一些甜味剂 又或者他原来之前是用来做一些草药 用来帮忙去预防一些糖尿病 肥本症、熬血等等的问题 是到了70年代左右才由日本 首次就将这个甜菊糖加入一些食品 来做一个甜味剂来使用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甜菊糖 其实它的功用就是做一个甜味剂 一个代糖的功效 比一般的砂糖其实都甜200到300倍 所以喝下去都会感觉到有一个甜味在里面 除了你说天然不天然的问题之外 有些人就可能会担心 就是吃得太多代糖 会不会有一个脂癌的问题出现 其实脂癌这个说法 其实是早期的研究里面指出的 因为早期其实没有那么多代糖 其实他就只是用了糖精来做一个动物性的测验 就说吃得太多的话 有机会就会令到动物就患上膀胱癌 但是随着那个研究越来越发达 还有出的代糖越来越多不同种类之后 其后其实有很多的研究也都指出 用代糖是安全 而且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 就证明一些甜味剂是和人类癌有关系的 而且其实对于这样的安全性的食品 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机构 会监测着它的安全性 包括了联合国的粮食和农业组织 和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联合食物添加剂的专家委员会 其实对于这个甜味剂 都会做出了全面的安全评估之后 才获准去用的 如我们说的甜福堂 其实现在来说包括了在中国 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美国和欧洲联盟的成员等等 不同的国家都准去使用甜菊糖 而在香港来说 根据食物内甜味剂规例的规定 在2010年起 这个甜菊糖都准去可以在食物内做甜味剂的使用 所以大家都是安心地用的 以下这个表就是显示了 其实每一天建议 你食的甜味剂不超过什么份量 都是叫做安全的 对于这个甜菊糖来说 其实就根据这个国际粮食组织 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的一个 食物添加剂的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只要你每一天每日摄取的量 不超过你每公斤体重计算的四毫克的话 其实都是安全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是一个40公斤的人士 即是说40每公斤就可以摄取了四毫克 所以就是40乘四 就是你一天不摄取超过160毫克的甜菊糖的话 仍然都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份量里面 那我们的一份的优质丹麦咖啡 其实只有40多毫克的甜菊糖 所以就算你说一天喝到两份的话 仍然都是低于安全的规定量 所以就可以安生使用 除了这个糖分之外 还有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一只一辣 咖啡里面有80毫克的咖啡因 咖啡因的功效来说 80毫克就相等于一杯典型的咖啡 可以帮你温和地提神 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分泌多巴胺和腎上线素 让我们维持警觉性和脑部 记忆力和专注力都可以提高 咖啡因的好处就是 因为它有短暂的一个升热作用 所以可以短暂地提升我们的新尘代者 可以帮助我们提供多一点的能量 以及可以维持我们大脑有足够的能量 就可以做到一个提神的效果 但是有些人就是担心 可能喝得太多咖啡 就会是咖啡因摄取过量 就造成以下的症状 包括了可能喝得太多 因为它提神 所以有机会更加会造成一些焦虑的现象 出现 或者太精神的话 会令到你有一个失眠的问题 还有其实有些咖啡因 它会刺激你那个腸道的愚动 所以对于一些腸围比较敏的人士 也会有一些辜射和涂射的现象出现 还有咖啡因它也属于一个双臉人 如果你喝得太少有机会头痛 喝得太多 其实也有机会 因为它就像毒品一样 它会令到你上瘾 所以如果你说经常喝 突然间停止不喝的话 会有一些好像毒品的戒断反应 反而来你更加容易有一个头痛的现象出现 还有有一个疲劳的现象出现 因为其实咖啡因它的功用 就令我们身体去刺激分泌多巴胺和腎上腺素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身体已经很累 就算你如何刺激它也分泌不了多巴胺和腎上腺素的话 其实就会令到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个慢性的疲劳 久而久之就会令到我们的人会觉得越来越累 还有就是咖啡因 因为它有一个利尿的功效 所以喝得太多也有一个频尿的机会率 但是这些其实来说都是针对你摄取过量而造成的问题 但是当你是少量和持续的用法 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就是没有一个坏处 甚至乎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根据2016年的一个观察性的研究 这个研究其实持续了十年那么长 然后就对比了两个族群 一个族群就是每天摄取261毫克的咖啡因 就是大概每一天都有喝两至三杯咖啡的人士 以及一些是每一天喝少过64毫克的咖啡因 就是平时是不喝咖啡的人士 又做回一个比较 原来这两批人士来说 每一天都有定量去喝咖啡的人士 原来他患上这个失智症的一些症状的机会率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低一些 当然这个研究里面都仍然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其实就不知道究竟是咖啡因 还是想咖啡里面一些确氧化的营养素 是会做到这个功效 但是就算撇除这个原因 就算你说定量这样去喝一些咖啡 其实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问题的出现 所以你说喝咖啡来说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留意咖啡因的量和来源 量就是说你不要喝得过量 根据这个欧洲的食品安全局来说 其实每一天建议摄取咖啡因 含量其实少过400毫克的话 是每天都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正常人来说 一个安全的份量的 对于其他人士来说 当然了 不同的人士他代谢咖啡因的速度都会有不同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平均数 尤其是某些人士他更加需要摄取咖啡因的量 是会更加之少的 包括了可能是青少年 其实他每一天就建议可能摄取不到100毫克的咖啡因 而对于一些孕婦暴雨的妇女来说 他不可以摄取咖啡因 只因为要少些 可能每一天就不超过200毫克 所以就尽量减少可能是一些茶女 可乐、能量饮品的摄取量 这里来说其实都会看到咖啡因 其实在平时我们出家喝 接触到的咖啡也会有很多咖啡因 这份报告就是在2013年由这个 消委会选取市面上的咖啡 来做每一个咖啡里面的咖啡因的含量 其实你会看到 我们建议每一 正常人就不要超过400毫克 但每一次的摄取量 其实就不建议超过200毫克 其实这里一般的咖啡 你可以看到 原来咖啡因的分量 每人每杯咖啡 其实分量都可以很不同 由100多毫克 去到可能就来喝一杯 都已经是超标的300多 200多毫克 其实都会有存在 所以这个就会令到我们很难去触摸 究竟我们一天喝了多少咖啡 因为原来A餐厅喝的咖啡 和B餐厅喝的咖啡 原来是完全不同的 尤其是有些 可能一杯已经是超标的 所以会令到你很难去控制 咖啡因的摄取量 有机会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问题 所以其实最好就要了解到 咖啡因每杯的咖啡因是多少 就会更加理想地去帮助你 一天摄取咖啡因的过份量 除了量之外 另外一个要留意的就是来源 因为摄取咖啡因的时候 建议不要同时摄取过多的糖分 或者食品的添加剂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2017年的一个研究里面 就认为 他找了一班健康的族群人士 喝1000毫升的一个能量饮品 即是相等于320毫克的咖啡因 即是大概是三杯咖啡的份量 然后隔了两个钟之后 就帮他做回心电图 其实也显示这批正常人来说 仍然是有些心电图 一些异常的状况会出现 甚至过了六个钟之后 他们的血压仍然是偏高的 这里也是反映了 可能是咖啡因再添加了其他的糖分 或者其他的食品添加剂 有机会就会令到他 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反应 所以你说喝咖啡因的话 其实尽量来说 尽量避免了可能是摄取过多的糖分 或者是一些食品添加物 所以你平时喝咖啡因的饮品 包括可能是喝茶的话 尽量加少一点糖 或者其实喝咖啡也不要加奶精 糖等分量就少一点 同时尽量避免喝一些可乐 或者是一些能量饮品 因为里面含有咖啡因之外 他们的糖分也相对来说 会比较高一点 有件及此 所以你会见到 我们那个优质蛋白咖啡 其实他就会是相比其他市面的咖啡 他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是会比较高一点 同时我们的卡路里 脂肪和糖分相对来说 都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就会做一个健康的零食 会帮助我们摄取 又可以帮我们去放松 使用建议来说 其实针对有什么人士 可以用这个邮质蛋白咖啡 包括了提神的人士 可能放在早午餐或者下午茶中间 帮你去维持你的精神 去完成你的工作 因为一来它含有80毫克的咖啡 可以帮你温和地提神之外 它有低脂无添加糖 可以帮你去减少身体的热量摄取的负担 其次就是针对一些想用健康零食的人士 因为这个邮质蛋白咖啡 它除了有低脂无添加糖之外 其实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刚才有说过 它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饱吐感 所以也可以做一个在餐团餐中间口痕 可以用来做一个代替健康的零食 而它的准备方法也是非常之简单的 它的名字叫做冰咖啡 所以其实如果你简简单 用冻水来冲也可以 它建议你开一杯250毫升的冻水 放入手药杯 然后加两瓶的一汁的咖啡 然后奥云它之后加冰 其实已经很好感了 其实它是非常之容易冲杯 因为我自己就这样在公司试冲的时候 我直接没有用手药杯 我就这样倒杯水 倒一些粉进去 然后就这样拿汁巾搅搅搅搅 都已经很快可以用得完 所以它是非常之好的 当然对于有些人可能在家里没有手药杯 或者不需要那么麻烦的话 其实其他的冲调方法 你可以用搅拌机来代替的 但是要留意一下 你是需要用低速的速度来搅拌 因为用高速的话 其实会产生一些热量 而其实这个冰咖啡 它就不建议有一些太热的水来冲 因为其实有机会影响到它的口感 还有太热冲的话 其实反而会令到它里面的粉是用不到的 所以就不建议用这个热水来冲 所以你说如果你想喝一些比较暖一点的话 其实你用那个水分 就不要超过70度的暖水来冲 你会维持它的质地 香气和香味等等 当然了 如果你说用搅拌机 也要记住 是用一个低速的搅拌方法去冲调这个 优质蛋白咖啡来喝就会是最理想的 当然了 在这个优质蛋白咖啡里面 都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常见的问题 这里都可以讲解一下 第一个 就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喝这个优质蛋白咖啡呢? 虽然它的建议就会是餐和餐中间用 但其实实际上都要因应你自己的个人需要 你放在一日中任何时间去饮用 其实都可以的 只不过可能因为咖啡有一个提醒的功用 所以通常会建议就可以放在早上用 另外就是蛋白质的含量这么高 其实它可不可以代替一个正餐? 康宝来来说 我们都会鼓励你们会有一个均衡的饮食 或者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 这样就会比较好一些 同时间配搭着这个康宝来的产品 所以会维持健康的一个生活 虽然优质蛋白咖啡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会比较高 但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它是一个代餐的产品 理想的话当然就是平时的饮食里面 摄取足够的营养素之余 利用一枝蛋白咖啡来做一个中间的健康零食的代替 就会最理想的 那一天的饮用有没有限制呢? 其实每一天 刚才也有说过 欧洲食品安全局都建议 每一天就不要超过400毫克的咖啡 而我们一份的一枝蛋白咖啡 其实就有80毫克的咖啡 所以建议来说每一天 就是喝大概一至两份 大概是160毫克的咖啡因的摄取量 也仍然是一个安全的范畴当中 因应你平时有没有再喝其他咖啡因的饮品 或者食品 就可以做一个限制 建议一至两份的话 其实就是非常安全的 那我可否在这个营养蛋白素里面 加这个优质蛋白咖啡进去呢? 其实是可以的 但因为营养蛋白素 其实它本身都有不同的味道 而优质蛋白咖啡 我们也有Mokka 还有鲜达咖啡 就是鲜达咖啡 和朱古力咖啡 两种口味 所以如果你这样混合的话 有机会令它的味道是不同了 所以这个就要留意 还有会有机会令它的特性会变化 但是可以混合来一起用的 但当然了 刚才说过这个优质蛋白咖啡 它是不适宜用高速搅拌的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去留意 还有在这个包装上显示 刚才也说过无添加糖 但营养标签里面就列出了 大概是有一克糖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们没有额外 去添加一些精济糖分 但其实优质蛋白咖啡里面 一些成分 一些天然的成分 它本身里面是有少少少的糖分 所以仍然是会有一克糖在里面 但其实一克糖是一个很少的份量 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这件事 而至于每包的优质蛋白咖啡 它有多少的食用份量呢? 我们一包里面 它里面是会附送一只小匙匙 那两瓶就为止一份 那我们就可以充到14份的优质蛋白咖啡 在一包里面 所以经常可以喝到14杯 然后我可不可以用热水来充调 这个优质蛋白咖啡? 刚才有说过 它不建议用超过70度的水来充调 因为有机会影响到它里面的质地 香味等等 所以就要用低于70度的水来充调 就最理想 而最后一条 我在其他国家看到 它还有两个口味 就是拿铁马奇朵和综合咖啡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其实拿铁马奇朵和鲜奶咖啡 和鲜奶咖啡 其实都是同一样 只会因为在亚太地区来说 我们通常会用鲜奶咖啡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优质蛋白咖啡 是有兴趣的话 其实就需要密切地留意我们下个星期 除了有这个优质蛋白咖啡 而其他的介绍之外 亦都是会在5月24日当日 其实这个产品是推出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